今天也是新起来的开箱 前不久艾肯刚发布了最新款的入门级小间PT5 我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款产品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它对比上一代P6有哪些变化 先来开箱 打开包装是艾肯经典的安全盒包装 这次安全盒的尺寸增大了 监视器配件也可以一同放入手段 更加的方便 里面是艾肯PT5监视器的主体 附带了张扬罩蜗牛云台 下层还有MicroHDMI线和全尺寸的HDMI线 以及一个用于调节云台阻尼的六角扳手 还有保修卡和说明书 这个全彩的说明书非常的直观 其实从未使用过监视器也可以快速的上手 外观方面依旧轻薄 PT5采用了5寸的屏幕 对比P6的5.5寸稍微缩小 体积也更加的紧凑了 而且外壳采用了全新的G3纸材质 质感和强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屏幕分辨率为1920x1080 有着500nit的亮度和1000比1的对比度 通过FRC技术实现了10bit的色深 显示效果比P6还有众多的8bit监视器都要好 取消了实体件改用了全触摸操作 右侧是DC和USB接口 以及波动式的电源开关 左侧是HDMI输入输出 还有3.5的耳机监听 底部是一个4分之1的螺丝孔带线位槽 如果使用带线位的云台 就可以防止打滑更加的牢固 自带防摔胶套 而且可以在这上面安装遮阳罩 拆装也很方便 几秒钟就搞定 不耽误拍摄 PT5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供电方面更是十分的齐全 双向电池槽 可以使用常见的索尼NPF电池 或者是加农的E6电池 此外还可以使用5VRN的充电宝 或者是DC接口来供电 而且当使用电池或者是DC时 USB口也可以向外部设备供电 功能方面 LUT 变形 波形图 直方图 斑马线 峰值等等十分的齐全 可以满足专业监看的需求 得益于全新的峰值算法 现在可以更加准确的显示焦点了 这次使用了自家高端监视器的同款菜单 操作流畅上手也很容易 因为摆脱了按键的束缚 现在更改设置易如反掌 任意界面下左右滑动 就可以打开菜单和功能界面 功能界面下的两侧都可以添加新功能 按住功能图标向内部滑动 就可以打开详细设置 那么这个交互逻辑非常的简单顺畅 作为一款入门级的产品 PT5功能全面 体积紧凑 非常适合单兵拍摄 随便搭配一些兔龙手柄之类的 就可以让微单变成一台甲方快乐机 而且对重量的影响微乎其微 可以长时间的拍摄而不累手 那较低的价格也对新入门的用户非常友好 投资回报率更高 好的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